按照这份3月26号签订的订车合同 向师傅委托杭州素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买一辆解放货车 车辆长度是4米2 合同上约定 车辆完成改装 办完上牌手续后 素威公司通知向师傅来提车 然后双方再签订车辆挂靠合同 向师傅说 签约当天他通过支付宝向素威公司支付了5万元定金 5月27号和29号 他按照素威公司业务员提供的收款码 一共支付了9万块钱 收款方的名称 分别是杭州另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和一家广告公司 你当时产生过疑问吗 收款方不是素威啊 当时我也想了 想到后面我也没想那么多 当时说的都是说 不会超过10天半个月的 向师傅说 自己等了两个多月 6月2号才在杭州德胜东路一家解放经销商那里 看到了那辆货车 排站没有上 任何都没有弄好 那么公司跟你解释是上牌为什么一直上不了 他说那个车现在卡在车管座 就是外接过不了关 6月2号 向师傅跟杭州素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行了协商 一位石总当天写下书面承诺 大致意思是 如果向师傅在6月30号之前还提不到货车 公司全额退款 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 素威公司提供另一辆4米2的相式货车 让向师傅先去跑货运生意 向师傅说他回家考虑了几天 还是决定退车退款 他已经成了好几次了 我现在已经完全对他没有信任 现在你没有要求是谁 我的要求就是说把钱退过 素威公司在杭州前汤区党农县一家物流园 有一间办公室 园区工作人员没让记者和向师傅进去 另一家供应链管理公司的负责人出来 跟记者碰面 他说素威公司的石总 曾经是他们公司的股东 按照向师傅提供的号码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杭州素威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石总 对于三个不同名称的收款码 石总表示不便跟记者解释 至于向师傅那辆货车上牌比较慢 对此向师傅表示 自己也想不到货车上牌要等两个多月 现在他就想把买车的14万拿回来 但素威公司的石总不同意 苏威公司的石总在电话中表示 他会跟向师傅再协商一下 关于向师傅那辆解放货车 为什么迟迟上不了牌 杭州车辆管理所回复 会去了解相关情况 暂时无法给出具体解释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